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開心又來到我們古卷沉迷的第六集 阿悉,我們今天的題目是甚麼呢? 我今日講一個非常敏感的題目 究竟《聖經創世紀》裏描述的這些原故事 《早麒麟之霸》是如何理解的呢? 在阿悉未開始之前 我們首先想多謝我們的聽眾 因為我們在Facebook、在花林台的論壇 都看到我們很多聽眾非常熱情 而且非常勇於表達意見 最近的帖子爆得很厲害 阿悉,我們最長的數字是多少? 差不多370多個了 370多個 我們在此先多謝我們的聽眾 多謝各位的支持 令我們做得非常開心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的鼓舞 絕對是 我今日講一個非常敏感的題目 《拿高馬地鼓卷》裏面有三本主要的書 就是《約翰秘傳之書》 《宇宙之源》和《掌權者之實相》 這三本書裏面所講的 究竟《早麒麟之派》 相信這個宇宙是如何創始 以及如何詮釋創世紀裏面的故事 我想都會很精彩 我們之前已經有了幾個基礎 就是理解了宇宙創始由劉逸論開始 而上一集也理解了掌管地上高的人 是空中掌權者 有了這兩個基礎之下 再重新去認識靈智派的宇宙觀 和詮釋創世紀的方法 就會更加容易 靈智派相信萬有至高的是什麼呢? 他們相信叫做無名之源 是一個沒有名字的神 在卡巴拉裏也有同樣的概念 他們叫做Aien 即是虛無 在《約翰秘傳之書》 有一篇很漂亮的詩 描述這個無名之源的屬性 Aster麻煩你幫我讀一次出來 好的 無名之源 他是萬有之父 此在永在 他無形無相 凌駕萬有 隱倫於無人能見的靈光中 不老永存 他是不可見的大靈 把他是作神 或任何類近者 都是錯誤的 他本來就超乎神 他至高無上 沒有誰能主在他 他不存於萬物之內 但萬物卻在他之內 是他殿立他自己 他永恆不變 不賴他者而存 他完美無缺 萬物皆備於體 他無窮無盡 因為沒有誰能先於他 而限制他 他深不可測 因為沒有誰能先於他去測度他 他不可升數 因為沒有誰能先於他來數算他 他眼不能見 因為沒有誰能目睹他 他行古不滅 因為他永遠的存活著 他不可言喻 因為沒有誰能理解他 並述說他 他不可命名 因為他 因為沒有誰能先於他去吸他名字 厲害嗎? 厲害 至高無上 果然是 至高無上去到什麼地步? 如果將他視為 用神這個字 或者任何類近的詞彙去形容他 都是錯誤的 因為他本身是超乎神 即是高於神的境界 完全絕對的虛無 這是最原始和最終極的 不是差不多 因為他是源頭 他自有永有 在永恆中 不靠他者 而自己可以存在 Ester 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首詩裡有什麼特殊的手法? 有什麼特殊的手法? 很多不是 對 這種用否定詞句 來陳述神的屬性 在神學裡叫做 否定神學 否定神學提倡的是 至高神是唯一簡單 不可知的存有 是完全無法解釋的 人類思考是不能夠去明白 他的屬性是怎樣 他真正的屬性 唯有靠這種否定的陳述方式 去表露出來 如果人要經驗他 就必須要經驗這種否 這個不是 從這個不是裏面 就能夠跟這個 至高的源頭相遇 宇宙是一個自流日有序而生的世界 我們在創世奧秘那集已經說過 其實萬有一切都源於這個無眠之餘 而最終都是返回他 這種否定神學正正和肯定神學是完全相對的 可不可以說一下 反過來又是怎樣 即是他是他是什麼 是的 譬如肯定神學裡有什麼 他們很肯定 神是萬物的創造主 這個神是有人性化 有喜怒哀樂的性格 在舊約裡見到 以及他親自用神跡 降災和干涉人類的歷史 在靈智角度 就正正認為這些能夠干涉人類歷史 降災的神 就不可能是至高的真神 而僅僅是 無明之源和人之間中界的掌權者 嗯 OK 學者通常覺得這個 無明之源的描述神的方法 是自希臘辛帕拉圖主義 但早在巴比倫神義裡已經記載過 若人要認識最高的一位 就必須要塗空思想中的客觀知識 才能夠去領悟他是什麼 其實我們想去認識神 都會很像一隻矮想去認識人 是 你想想人和矮的分別 肯定是近於人和神的分別 是 其實我們想去理解神 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根本去到他的境界 根本沒有言語 也沒有狀況的認知能夠理解 所以只能夠由否定神學去了解 就是不是什麼 是 甚至乎我們認識自己也可以是這樣 是 就是先知道自己不是誰 我不是賊 我不是湯丫拐騙 我不是不是什麼 然後最後才可以比較近 我到底是誰呢 是 完全是這樣 很多地方的神事都有明智 但無明之源偏偏是無明智 為什麼無明智呢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獨一永存的自由永有者 他沒有一個他者去稱呼他的名智 在他存在的時候 所以名智是根本沒有需要的 任何有明智的神都不是至高的神 只有他一個 他又沒有朋友又沒有隔離鱗舌 所以不需要被人叫他 所以沒有名字都合情合理 除了沒有名字是沒有我這個概念 因為他在永恆裡沒有他者 所以根本他不需要使用我這個概念 按照靈之神話裡面所說 正正因為他沒有我這個概念 有一次他在圍著自己身邊的靈光裡 第一次看到一個反應 就是他自己 他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倒影 他又察覺了萬有的第一念 這一念就化為了智慧 其實這個智慧就是他自己的倒影 這個倒影同時間就是萬有 幸好他第一眼看到自己是喜歡自己 如果他第一眼看到自己是不喜歡自己的話 那整個宇宙會不會是另一個故事呢 就什麼都沒有存在 什麼都沒有了 可能馬上縮回頭 這跟印度的梵天一夢的說法是很接近的 梵天一夢 只是這四個字都很漂亮 梵天一夢 他覺得現在看到的可見世界 只是梵天曾經發覺的一個夢 當他醒來的時候一切都會畫面 那不就好像我們中國的周莊夢蝶嗎 完全是 完全是同一個說法 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智慧的誕生我們在前一集 《聖經》中的女神已經說過 不需要再重複了 無名之源作為一個宇宙的陽性 而她的倒影她的神的形象 智慧作為宇宙的陰性 兩者就結合 生下在這個光之阿當 Hester不如你讀一次 無名之源以靈光種子讓智慧受孕 此種子與父相像 卻不與父同等 她就是智慧的獨身子 唯一的子銳光之阿當 伴隨著全能的無名之源 並受到眾聲讚頌 無名之源以光之阿當為萬有之上的真神 並授予她所有權柄 第一世紀希葉化猶太哲學家菲羅 她相信天上地下分別存在有兩個不同阿當的說法 前者的阿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道 Logos 即是約翰福音太初有道的道 而她是神的獨身子 也都是整個宇宙 而後者的阿當僅僅是用泥土造出來的 你聽到剛才Ester所說的在靈智經段的說法 就看到原來早期靈智派已經相信有 與父相像同等的獨身子 這個獨身子是成為萬有之上的神 基督教的基督論 說到耶穌作為神的獨身子 與與神同等 很可能是來用至靈智神話裏 智慧與無魂諸言剷下光之阿當的概念 在早期的基督教也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把耶穌基督等同這個光之阿當 譬如保羅也曾經說過 基督是末後的阿當 在麥阿閣的以便尼派裏 就認為這個太初先知阿當 就會不斷輪迴轉世 然後成為不同的神社顯現 而耶穌就是其中一個顯現的形象 即是說我們聖經說的阿當 不是原來的阿當 即是有天上的阿當 是 在耶穌的時候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拿賽派 拿賽派的拿字代表蛇 拿賽派相信天上有一個阿當 而這個天上的阿當等同這個盆石 是萬有的基礎 即是說很明顯這個天上阿當的說法 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 OK 有光之阿當之後 靈之派就開始詮釋創世的一章二節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我們之前在 《創世的歐備》那集節目也曾經提過 在靈之派他怎樣詮釋呢 他就認為神格的智慧作為神的靈 他就曾經很無知和很無罪地 想嘗試離開無名之源 自己去感受一下這個世界是怎樣 所以他就進入了這個下界 他的能量就留在物質界 而這個能量就變成了另外一個神士 叫做薩卡拉也是我們上一集 解釋得很清楚 早期基督教相信的空中掌權者 薩卡拉就遷奪了智慧的能力 他醒來的時候 就見到周圍天地萬物已經是周邊 而見不到任何的神士 他就以為自己是這個大地唯一真神 在《蘭格瑪迪古言》裏面 《三型手段》有一段的描述 Esther 麻煩你幫我讀一下 一息間智慧之光顯現了 即使沒有無名之源的授意 但那管核混沌與大地之靈 卻在此時現身 他既無形象亦殘缺不存 僅暗然的滲出光芒 他有三個名字 雅達布特即混沌之子 薩馬爾即核眼的神 薩卡拉即愚昧者 他是從無顛智慧所淺奪而來的權能 這三個名字我們上一集都曾經提過 薩卡拉擁有的三個名字 與古猶太的神的眾子們的關係 這裏所說 他是殘缺不存的宇宙之源 裏面是一個死胎 即是智慧下來下界的時候想剷子 但剷了一個K胎 這個K胎是完全沒有無名之源的形象 亦都不同光之阿當 因為光之阿當是智慧和無名之源 雙方同意之下陰陽共存 而產生的一個完美的萬有一體 而薩卡拉剛剛相反 是智慧無知地自己沒有經過無名之源的授意 而生產出來的一個完整的神士 或是不完整的掌權者 這個掌權者亦都因為見到天地萬物 就開始以為自己是獲得真神 我覺得這裏有點有趣 智慧未經過萬有的准許 就生了這個兒子 但他自己也知道是大劑 因為這個似乎非常差勁 他既無形象,亦殘缺不存 僅黯然的滲出光芒 但智慧是很神聖、很高彈數的 但有趣的是甚麼呢 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件不對的事 但他亦沒有將他殺了 似乎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宇宙不流行 我們的神不會就這樣殺了他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在三明之手念裏 另外有一段智慧自己這樣說 他說 我是後起念的生命 既居於一切能者、一切永動 以及那不可見的光宗 也在一眾空中掌權者、天使、精靈 冥解陰魂及物質性靈魂之內 我居於避身下的眾生一旅 在每一個人當中運行、深入貪門 我正直地行走、換醒沉睡者 我是沉睡者的視野 你看到智慧雖然生下了很貪戀地上政權的 但是智慧都說我也是住在他裏面 智慧最後都想殺卡拉的能力 都回到完全歸合於一 這個就是靈智派的一種 相信一個眾生得救的 就沒有最後一個絕對邪惡 要打到永死裏面的說法 就算在冥解的陰魂 智慧都在住在他裏面 而我們地上每一個人 智慧的工作就是呼喚那些沉睡者 沉睡者是誰呢?就是我們 我們不記得我們體內本身有智慧存在 他就是作為我們在一個物質世界存在的動力 去推動我們每天去行走 而且終有一天去喚醒我們 令到我們知道自己真人的身份 這就是智慧 他彌補當初降臨了世界 做了物質界的錯誤 你這個故事令我想起 很多很多年前我在祈禱 我就跟神祈禱 我當時不知道神是甚麼意思 還在用神來祈禱 我問神為何你做了魔鬼 撒旦出來 我又不知道是沒有魔鬼 當然 為何你做了魔鬼出來 或者阿當、阿娃 吃了禁果 搞到你這麼嚴重 其實為何你不把魔鬼殺死 然後整個地球就沒事了 所有東西都回復原形 然後神就回答我 在靈裡面 祂說 其實魔鬼之所以是魔鬼 或者我們叫祂是魔鬼 是因為祂裡面沒有光 不是因為祂有罪 而是因為沒有光 所以可以改變祂的 就是將祂裡面的光 加強或者給祂光 你怎麽可以因為一個人沒有光 你就將祂拿走 而我們全地球的人類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忽明忽暗 有些人的光多些 有些人的光少些 如果因為祂裡面沒有光 我要將祂的生命拿走 那祂呢? 那祂有多光? 那我會否拿走祂? 那我要拿走多少人? 然後我就突然間很害怕 也對的 你也不用做這些事 我覺得這個答案很像你這裏說 你剛才的說法很有意思 在卡巴拉裡面都是說 其實黑暗存在 什麽叫黑暗呢? 黑暗就是沒有光的地方 唯一想它不存在 就是令光存在在它裡面 他就是這樣說 黑暗不可以拿走 它不是一樣東西可以拿走 你只能夠將光帶進去黑暗 它才沒有了黑暗這件事 即是你在土貴裡面 已經誤明了卡巴拉的一個很大的法則 是啊 薩卡拉創造了另外的奴偉掌權者 總共七位 為何七位呢? 七位就是源自巴比倫的神話裡的七位神士 而且七位也是象徵了 當時人類可知的七個星體 薩卡拉向天上地下宣告 自己是宇宙的唯一主宰 但是那時候他不知道在上高還有其他大能 就是因為這句話 他完全得罪了天上地下的所有萬物 智慧就在光影的水裡顯現給他看 指責薩卡拉的宣稱是得罪了大家 以及是一個錯誤 薩卡拉說過什麼呢? Aster你幫他讀出來 我幫他讀吧 要給點氣 我涉及邪之神 除我以外 別無他神 我乃宇宙一切 無須任何協助 如有任何神 先我而存 儘管在我面前顯現吧 那我做個忠的了 好啊 好啊 你大錯突錯了 那萬有之父 早在你之上 無此無蹤地存在著 而其子光之亞當 亦將以不同的形態向你顯現 他將由倫你 有如倒碎陶瓷般容易 至於你之前從我身上淺奪的權能 也將要歸還於我 那時候一切一切 就彷彿從未發生過一樣 從這個說法裏面 我們記得上一集說 《耶和華之迷》的時候 原本猶太教是多成教的 只是去到約西亞王的時代 才開始修正一臣 其實靈之派密就是 用這段說話 諷刺約西亞王的改革 你能否理解到這個說法? 明白 因為修改了原本敬拜智慧女神 是創造了忠臣之女神 從此之後 猶太教就要拜讀一真神的奧華 靈之派就是因為 有一些古傳知道 約西亞王做過的修改 所以就寫出這些傳說 來重組一個較接近古代的版本 是 從這個角度就明白 為何靈之派這麼堅持 要寫一些秘傳經典 就是想後人知道 原來古代聖經曾經被人修改的 而且那個宣稱讀一真神 也不是真正的度一真神 只是在至高無名之源之下的智慧 再後期產下物質界的薩卡拉 和至高的神差很遠 如一如開始所說 真正的神 他利用神來稱呼他都不對 因為他是超越我們能夠理解的 在早期基督教 馬加安認為 舊約的神 是妒忌 是殘酷 而新約耶穌所說的神 是慈愛 是寬恕 所以馬加安認為 舊約的神和新約的神 不是等同同同同同同一的神 他自己也是做出 人律史的第一本聖經 就是不包含舊約在其中 只有勞告福音 以及十封科羅書上的 这也是其中一个十二年我问的问题 就是为何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差那么远 好像在说两个不同的人似的 这就是马吉安当时他质疑的说法 当然后期教会或者不同的支派 都尝试去诠释旧约是否预表基督 或者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之后也可以探讨 好 基于塞卡拉在水里面 看到阿阿光之阿当那种荣美 他就很羡慕和很妒忌 在这个爱恨交集的情感之下 他就复制了另外一个阿当出来 这个就是地上阿当 就是刚才菲良所说的用泥土做的阿当 那就是我们圣经读的阿当 根本其实就不是原先的阿当 而在天上有另外一个阿当 天上高的阿当就是万有的阿当 而地上我们圣经看到的 就是掌权者做出来以泥造的阿当 灵芝派就用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 而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就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 来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灵芝派的释经家觉得这一段经文很奇怪 第一,为何神在二十六章 称自己众数为我们呢? 有听我们《药和华之迷》一集的听众都知道 早期的犹太教是多神论的 他们在借用创世纪的原文的时候 是不知为何 不记得修改将众数的果为单数 真的很粗心大意 但是在二十七节的时候 偏偏又修改了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用回单数 是很不贴切的 灵芝派的释经家就看到这个扭动 就认为他二十六节的时候 是按照薩卡拉和另外六个掌权者的形象 做一个物质驱祸的亚当 而二十七节里面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就是指照着光之亚当的形象 做另外一半拥有光的能量的亚当 即是说地上的亚当 是同时拥有薩卡拉的能量 以及拥有光之亚当的形象 所以很有趣 其实我们做人的特性 是很像这个空中掌权者 譬如我们喜欢战争 喜欢争争 喜欢吃肉 当动物是死的 不断吃它们 残杀它们 但另一方面 我们里面有神 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自由自由意愿 可以选择 如果我们要选择更高的万有 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它的种 有它的能量 完全是 话实话 做一点点广告 各位听众 其实你们不要抽我们的节目来听 最好由头听到尾 因为我们每一集节目 阿sik有一个目的 为何这一集是说什么 这一集是说什么 如果你们不听完前面的节目 即耶和华的名字 阿斯拉女神 突然你突然跳去听我们第六集 你可能会有些拗头 所以我会提议 你抽一点时间 听我们之前的这一集 就会比较容易明白些 亚当是纯粹以泥造出来的 这个说法 最早追索 可以回到公元2000多年前的苏美神话里 水神恩基 就以深渊原始的阿普斯的顶端 拿出泥造出来 做出一个 手一直伸着 而不能屈曲的人 作为奴隶 我觉得也挺惨的 即是人类原始奴隶 是两只手一直伸着 然后为这些神使去打工 但它基本上是用泥造的 我们能够当它是人呢? 就是那种快女无灵魂的人 嗯,OK 在犹太法典里也说过 神首先用泥土造出一个无形的渴旨 这个渴旨就成为首个阿当快女 即是刚才你所说的无灵魂的人 算不算是人的人呢? 是的 他们叫做Golham Golham就是后来 启发科学个人小说作者 写出科学个人故事传说的缘由 哦,OK 即是这些Frankenstein Golham这些名字 大家不要改了 改了 这些名字没有脑子 这些名字 Golham大概解释给大家知道 在卡巴拉里面 中世纪 那些犹太社群 山落不同各国 怕地方的人攻击他们 所以用泥土造出 一些Golham守卫士兵 去保护他们 这只是一个传说 当然没有办法 考证是否真的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山西港师 弄个符 他弄个泥人 然后弄个符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泥人帮你做事 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你也得人害怕 你想想每一条街在那里走 然后后面有个泥人帮你拿着菜 拿着东西 很多人害怕 最令人害怕的故事就是 因为Golham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要拔出道符 让他休息 就不可以不断让他工作 因为他要不断工作 他就会不断变大 有个拉比就忘了除道符 他就变得很巨型 当他拔出道符 因为太多泥 就扎下来扎死了拉比 这是他的传说 这是一个变大 云图说女生会掌智慧 如果有一天泥人会拼嘴 你们更害怕 我刚想起The Island的电影 你记得吗 The Island是否半变 是荒岛半变 记得记得 是就是这个 他所做的没有智慧的复制人 也是慢慢一代一代 自己的智慧和自觉 然后在梦中告诉他 他原来是谁 那会被骗到创造者死了 那也是一个用灵智神话 作为一个背景 创造的电影 The Island也有提到 那两个主角是亚当夏娃 他首先出来的时候 第一样遇见的是什么生物 你记得吗 生物? 是的 他们看到一条蛇在地上 是吗? 是的 这一幕我不记得了 是你会看到的 就是一些象征 他特意放在那里玩 OK 要再看多一次 我想我们是时候要休息一下 喝杯水了 好啊 喝完水了 第二节又开始了 是的 空中掌权者 用泥土 尝试做了第一个阿当 但失败了 完全将他遗弃在大地上 在宇宙资源中 有详细记载 Aster 你读一次 当他们完成了阿当 此阿当却是没有灵魂的驱惑 他们见状便把他遗弃了 他就像腰折搬 这一刻 当空中掌权者 益起信心智慧的话 恐怕这个自他造出的人 成为他的主 因此他把这个无灵魂的驱惑 遗弃四十天 离弃他 四十天后智慧 此而将他的气息 趋向没有灵魂的阿当 阿当开始在地上愚动 然而他仍未能以双脚站立 夏娃说 阿当 活起来 从地上站起来吧 话语成真 阿当站了起来 并打开眼睛说 自此世人当清重 你为众生之母 因为是你给我生命的 只为见到自己的能力 被空中掌权者遗弃在地上 就很不忍心 所以就派起自己的女儿 这个女儿叫Sui Sui是一个希联文 解作生命 即是希伯来文的卡花 即是夏娃 灵芝派就用了夏娃 等同生命的意思去说 这是一个真的夏娃 真的夏娃 它就是智慧的化身 它用说话来 令到这个原本 只能够在地上高愚动的阿当 完全能够站起身 而且打开眼睛 第一句说话叫做众生之母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她解释了一件事 就是为何 圣经会特意保留了 夏娃叫众生之母的名字 如果她不是生亚当 那何来叫众生之母 夏娃的原言 最早可以追溯至 公元前2000年的苏美二神话里 水神殷姬的Anki 因为她身体开始慢慢损坏 三蜜女神零河沙 见到这样的情况 就很不忍心 就单下七位神士去医治恩基身体的部分 其中有一位神士的名字 就叫宁体Ninti Ninti同时可以解作 肋骨女神和生命女神 跟夏娃的字同一样 而且也是专称她为众生之母 一个女神联敏男神的身体开始腐坏 所以才生下七个女神 其中一个女神叫肋骨 然后将肋骨去弥补因基身体上高 已经损坏的部分 圣经就刚刚借用了苏美二致的神话 然后倒转来说 说女人是出自男人的肋骨 你明白那个颠道的情状 这么疑稀的 早期的神话的借用 是真的这么疑稀的 我们一直都当她是真理的圣经 但其实里面很多都是神话 和借来借去的 凌智版本就是说夏娃作为智慧的江西 让阿当站起来打开眼睛 就像苏美二神话 《三日女神灵河沙》那种爱 去帮助快损坏的恩基 令她可以康复 凌智神话借着《创世记》的传说 按照他们的古存 重组一个比较接近古道的版本 而令到人重新思考 究竟《创世记》的故事是否真的圆著呢 会否有另外一个更接近原著的版本呢 所以他们就写了这么多不同的创世故事 和重新诠释这个创世记 我觉得奇妙的是 大家都是神话 大家都是一些古卷 我们都不能说 哪一个古卷是绝对的真相 但有趣的是 既然是古卷 既然是一个神话 为何还要把神话改? 改到一个社会需要 然后把男和女的关系反转 因为《三蜜女神救恩机》的说法 应该是个武系社会的说法 对吧 但现在《圣经》的版本 就变成了一个父权社会的说法 明显是这样的演变 当时的灵智派就觉得 这种父权已经腐化了 根本古时的时候 人是一个武系社会 就不是当时那种父权的 那种极权的控制 操控 所以才重新善识《创世记》 是自卫派遣自己的女儿夏娃去救赎亚当 在第一世纪的犹太裔祭司后人菲罗 以及在拉比文献米大使里面 都曾经将夏娃这个名字解作蛇 而在公然前八世纪 在加南人在北非建立的加泰基帝国 供奉的夏娃也是作为女的蛇神 而且这个女蛇神等同阿瑟拉 即是说古代的人相信 夏娃、蛇和阿瑟拉是同一样 如果不是做了上一集 我想我都会硬底 蛇是女神 又是这么多 很可怕 亚当就直住的夏娃 而重新得到智慧 空中掌权者就很害怕 在亚当得着智慧之后 就真是一如智慧所说 他会成为他们的主 他就要引渡亚当沉睡 这个沉睡就是灵芝派 去尝试诠释创世的二章 神使亚当沉睡 和将他的腊骨取出来成为女人 空中掌权者他们的计划是怎样呢? 我们要推倒他 女性的他 使他成为生产机器 一旦他被颠污 就无法非声重返他那光之本原了 而大凡因他而生的 亦将尽归我们管核 可是别告诉阿当 他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要使他沉睡 从此遗忘夏娃传授他的一切 还要在梦中令他潜移默化 以为夏娃乃出自他的肋骨 这样他便会觉得 妻子必须顺服丈夫 而且永远被丈夫管行 这就是灵芝派重新解释 创世纪解解要写那段经文的原意 空中掌权者 纯粹不想夏娃或女性 高于男性和男性平等 而做出在梦中潜移密化 告诉你夏娃自豪而出的说法 有什么感觉 幸好我不是女权分子 否则听到火都起了 将整个故事反过来说 当时夏娃很伟大 你想想他的位价是多高 然后他降格下来 跟这个泥公仔吹一口气 让他变成人 然后现在反过来 夏娃竟然降格做了他的附属品 要永远被丈夫管行 但其实在千千八百年来 我们女性也是这样的 被男人管的 在中世纪 还有20万的女性 因为被侮蔑为女巫 而被残酷的酷刑去杀死 这个我也看过 以前的所谓巫术 或者叫人叫巫婆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一些 用药来医人的 等于我们现在中医 但竟然被人用火烧死了 就是药家之醉何患无耻 这个真夏娃得知空中掌权者 这些诡计之后 离开了夏娃的驱寒 而化为了分辨善恶树 这个分辨善恶树 像阿凡达里面的女神 那个感觉 所以那种神圣 就吓走了那群空中掌权者 空中掌权者就怕这个驱寒的夏娃 和这个失去知识的阿当 再次得到 即已经进入了分辨善恶树的夏娃的知识 恐防他们得到这些知识之后 就有能力分辨善恶 所以就进入了创世纪故事里面的 禁止他们无人吃果子 即创世纪二章十六节里面的 原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 嗯 我想问一下 其实分辨善恶树的这棵树 也是空中掌权者设计出来的 是 其实它如果不设计出来 就没问题了 是 在腓力呼音里面 曾经解释过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 究竟死是什么时候进入世界的呢 在教庭的基督教 那时候就说 夏娃吃了禁果 然后就原罪进入 但腓力呼音的说法 就和你刚才提问的一样 就是说 当这个空中掌权者 他设计这个规条的实纳 就是死亡进入世界的时候 你明白吗 他是在讽刺 不是人类的选择 而是那个空中掌权者 设计这些规定 去造成一个陷阱 令到死亡的开始 即是等于一个家庭 那你就骂骂儿子 你说 儿子你不要偷钱 然后我放一些钱 在桌面上 放得很容易拿到 然后你就说 你不要偷我的钱 那你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你为什么要乱卖 然后叫儿子没有偷钱 那你是不是真的 放到明线呢 这个就是 创世记本身故事逻辑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神要这样试探人呢 如果他是一个至高真神的话 还有他也知道 阿当是什么谈素 你用一块泥来弄它 然后你去考验一块泥 那是不是有点傻呢 进入了分辨善恶树里的真夏娃 就以蛇之形向二人显现 展示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你们吃了就不会死 因为他们知道 你们在的时候眼睛就开了 你们便如神一样能分辨善恶 这个是自创世记三章一至七节的迷述 他弄了一棵树出来 就说你们不要吃了 吃了会死的 然后他吃了一棵树 那些果子又不会死的 反而他就开了他的眼睛 得到他们的智慧 所以灵芝派就是说 其实分辨善恶树的真身 是由智慧派下来的真夏娃的化身 这个跟我们前一集 讲这个圣经中的女神有关 阿塞拉女神就是古代的树 就是说他们吃着阿塞拉女神的树的智慧 而重新令到自己的眼睛打开 一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 蛇根本是没有说谎 而且人亦真的藉着吃了果子 而可以得到原本禁止得到的智慧 如果那是真神的话 他又为什么不想我们得到最高的智慧打开眼睛呢 会不会有可能分辨善恶树或生命树 其实也不是他这些空中掌权者做出来的 以至他会很害怕当他吃了这两棵树的果子 当然不是 因为他刚才我所说 他是真夏娃化出来的 真夏娃化出来就好像阿凡达里面那棵树 他是一个女神的象征 所以自此之后 在圣殿里面都放了这个巨大灾台 这个巨大灾台就是象征分辨性树和生命树 也是亚瑟拉的象征 就是说我们藉着这棵树能够得到最终的智慧 OK 即是说当时第一承殿的人 是完全不知道创世纪的故事 你看看时序也知道创世纪是在波斯统治犹太人公园 前六至五世纪写成 刚才说的第一承殿传统 是完全一千年至五百年之间的事 你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别 即是早期的人根本是完全觉得树等于神圣 树等同得着智慧的途径 而后来的人恐防人再借着亚瑟拉树得到智慧 才作出这个故事 就是说分辨性树你不能吃 吃了就会打开眼睛 那在《拿光玛帝古卷》里面的《月汉秘传之书》 关于蛇的真正身份 有一个很特殊的说法 Esther不如你读出来 好啊 旧主说 掌权者们在那原为光之意念的分别善恶树前阻挡着 使阿当无法仰望自己的封城 并察觉自己修作的赤裸 然而那是我指引他们吃下果子 若汉便对旧主说 是哦 不是古蛇有道他们吗? 旧主恩言笑道 古蛇有道他们吃下分别 私欲及败坏之恶果 让阿当可为他所用 因着体律的光之意念使阿当不愿顺从他 阿当便拥有被空中掌权者之手 更自主的思考 空中掌权者 为要重振其对阿当的控制能力 就把阿当大进亡却中 哇 厉不厉害? 很厉害 基督说他自己才是当时引领阿当吃下禁果那条石 而空中掌权者给他吃那些只是其他堕落的果子 一如《约翰福音》 九章那样 耶稣是作为令到不能看见的人看见 所谓的看见就是好像吃了禁果打开眼睛那样 也就是说耶稣也是一条蛇 也是阿瑟拉 也是这个生命树 我说有没有搞错? 耶稣是一条蛇 我想之前那集已经说过了 旷野举蛇和耶稣用这个蛇的比喻 其实他们全部都是一体 我曾经说过古代灵芝派是相信 智慧有三个位格 父母子 在约翰被传之书的开始 耶稣都是跟约翰说 我是父是子是母 也就是说耶稣当时 祂是作为子的身份 化为那条蛇 我非常之庆幸 现在是2013年 我也非常之庆幸 这里是香港 如果现在是早一两千年前 我想我跟你做完这个节目 就已经在门口被人追 拿着它 把我们烧掉了 而人吃下分辨善和树果之后 亚当的驱鹤真的即时醒觉 而且他们那时就看清了空中掌权者的真华 每个空中掌权者都有一个动物的样貌 那不是很害怕? 是的 好像古代的埃及神士那样 他们认出那些空中掌权者不是真神 也感受到灵魂被困在物质驱鹤那种羞愧 而不是赤身露体的羞愧 所以这是有分别的 所以就躲起了 空中掌权者又尝试找他们 找不到就很愤怒 跟圣经的说法一样 当人已衍生的时候 薩卡拉就诅咒亚当 就说 掌权者们就会每人奪走你十年的手数 所以就从原来的一千岁 接受到九百三十岁 这就是圣经为什么亚当是九百三十岁的缘故 那十年为什么不是九百九十岁呢? 每一位掌权者就拿十岁 哦 每一位拿十岁 即是成二七 在掌权者尝试就再被蛇的时候 蛇是真夏娃 真夏娃就再进入了生命树里面 即是两棵树都是亚瑟拉和真夏娃的象征 空中掌权者就怕亚当夏娃再次获得天上的知识 就是创世记三章22至24节所说 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到善恶 现在恐怕他身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鞋 就永远活着 神便打发他出伊丁园去 回到他圆出之土地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丁园的东边 设立基劳柏和旋剑刀光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凌智文献里面就补充两句 就是说 当中神是怕他们再次获得知识 永远活着 成为他们的主宰 奪取他们的荣耀 嗯 他们也很害怕 是呀 Asha 你看这个创世记的原文和灵芝派全世 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原文似乎让我看到 那七个掌权者的能力是非常低 而且其实他是很害怕阿当 是 害怕到那个地步 要守住伊丁园 不让他再进 是 而且他似乎也很妒忌人 嗯 但这件事很奇妙 因为在圣经里面 旧约 神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是 基本上是 他应该是很遥远 很大能 是 但这里说的 这些所谓的神 是非常之低层次 很小器 小器 又在玩玩 跟人类在玩玩 但其实阿当 都基本上已经是被造物 是吧 如果创世记记载过 我们的中枢 是真神的话 他又为什么会怕人类 吃了生面树的果子 就会永远活着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矛盾 但耶稣来 他是想我们每一个世人 都能够得到永生 反而 但救药的这个神 就是怕人吃了生面树的果子 就会永远活着 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看到 他还会撤下一个基路牌 全剑刀光 很可怕 不知道是什么 古代的军事武器 好像想撕破人 对啊 怎么这么可怕 不让人走过去 照计如果是他做的 不是他儿子 也是他的被造物 但这里真的像仇人 但他又不能弄死他 他从开始已经对阿当 有爱有恨 而且曾经遗弃过他 在抗疫七十四十月 他本身对他不是真正的生意外 而是想去做他们的奴隶 上集说Matrix 他今天说The Island 他复制它 纯粹是为了满足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的需要 是古代的宗美神话 人类的秘造 都是纯粹为了服侍天上的神使 但如果他这么不顺眼 为什么他又不能说杀了他 再做个另外一个当 因为智慧是高于他 如果不是的话 他应该分钟会这样做 是绝对会 他后来知道了 原来智慧不断在当中 做好手脚 想智慧不断借着不同的机会 想给他们下当下话 我们要理解的就是 早期的基督教的灵芝派 就是尝试 重新在创世纪里面 找出创世纪原文的逻辑的破绽 和文化的破绽 还有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不合情理 和身弱的神的仁爱 和说到人要得到永生 完全是矛盾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创世纪 不是一个真正的版本 因此他们就按照一些古传 和按照里面文化 重新写了这些不同的灵芝创世神话 但其实如果空中掌权者 就是那个所谓神的话 这一个解释 就非常圆满地解释了 整本《旧约圣经》的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为什麽这个神会用洪水浸死我们 为什麽要弄个十戒出来 在这里困住了 又说不可以拜别的神 又说自己忌邪 又会消灭两个城 总之不合听又会消灭我们 那些祭司 那些规矩做得不够足又会弄死他们 为什麽会有这麽多这麽残杀的东西 其实如果这个空中掌权者 不是真是万有的话 就完全解释到 为什麽旧约的神 和新约的神的分别是这麽大 所以在这个灵芝神话最开始的就是 灵芝派给人知 知高是一个无名之源 那些才是真神 而且在他之下有智慧 世人靠着这个智慧 就能够找到无名之源 而且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要跟从 只是纯粹想操控人类 把人类当作是他们的工具的空中掌权者 其实我们上一集已经解释过 祖异基督教是没有撒旦的观念 但是他们相信人类是不断和这些空中掌权者 在抗衡和斗争当中 我们就是选择究竟应该跟从我们自己的源头 正说跟从这些天上地下 能够提供给我们在权力 在我们的物质 能够富裕的一些掌权者 那这个是祖异基督教的教导 这些灵智神话就是尝试 将创世纪重组 然后将这个讯息配合出来 《拿光玛帝古本》里面 有一本叫《真理的证词》 它里面就完完全全总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 灵智神话里面的逻辑细节 是的 Esther 你读出来 麻烦 这是一位怎样的神 首先 他基于质忌禁止阿当吃下分辨是恶树果子 其次 当阿当躲起来 他片尋不果 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吗? 他不该是早知结果吗? 接着他又说 把他说出去 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他显然是一位全身不良的侄忌者 就连读过这些经文还不认识他的 这样的盲目更叫人惊讶 他亦说过 我是质忌之神 我必追讨自负及子之罪 直到三四代 我要使他们深思沉重 眼睛昏迷 无法思考和看见 他乃是向信奉他的人说这些话 只有愿意全然品气这个世界 和当中所有事物的人 才能认识真神 捉到他的依扑 这就是早期灵子派的尝试总括 创世的亚当夏娃故事的逻辑问题 而指出那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真神 真正的神是要靠人去完全摒弃 这个世界和所有事物 即是我们所说的 一切都是matrix的幻象 当我们放弃了掌权者做出来的很漂亮的医典园 我们肯放下这些海事神外幻象的时候 才能够认识真神 而摸到那个神的衣服 这个就是真理的证词 那个作者 他留给我们的知识 其实这个信息也是重重复复 重复复的不断给我们 耶稣也说过很多次 要放弃这个世界 当中他说过 就是我事实己之神 我必追求父及子之罪之三至四代 这个就是在十届里面说的 而我要使他们心思沉重眼睛昏迷 无法施厚和看见 就是这个二财亚书 就是这个作者当时是很理解 旧约圣经的记载 而将那些经文称了出来 再重新告诉他 这个神的确说过这些东西 而且他是跟信他的人说 然后他就说 难道你们这些人看过这些经文 明知这个神是说过这些什么话 你们还信他? 他说这种文盲目真是叫人经啊? 那作者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反而是叫人 你们不要相信这些不理性的记载 真正的救赎就是当你摆下所有的一切 你就能够认识无名之缘 这个无名之缘就是我们缘出之处 我们不是纯粹被空中掌权者 做出来的一个驱祸的亚当 我们是借着智慧 借着夏娃 将生命气息吹进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这个生命气息 我们扣了这个生命气息 就能够回到我们原出之处的 无名之缘那里 这个就是联知神话 整个大纲结构 为什么开始要讲到这么复杂的神谱 然后后来又会讲到空中掌权者 操控人物 究竟故事的重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我们不要跟随空中掌权者 而真正放下一切追寻真正的神 我们第六集的古卷沉迷又完结了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